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搭上世界杯的末班车 在主场1比1占平芬兰后 球队最近的4场世界杯欧洲区域选赛一胜一平二负 唯一的胜利还是战胜小组垫底的科索沃 比分是1比0 生死战前达里奇火线上任克罗地亚足协任无可忍 炒掉了主教练查谢奇 达里奇走马上任 当时的克罗地亚 被球迷认为死马当作活马一 预选赛已经进行到了最后一轮 冰岛只要战胜科索沃 就能锁定小组第一冰岛队如愿取胜 而克罗地亚奔赴基辅 他们将与乌克兰进行生死战 输球 意味着无缘世界杯 达里奇带领的克罗地亚做到了 他们以小组第二获得了欧洲区附加赛的资格 首回合较量 克罗地亚主场4比1 大胜希腊 四回合两队0比0战平 救火教练达里奇上任后 球队二升一平 拿到了世界杯的入场券 球员生涯达里奇不温不火 接下来的股市无需赘述 球迷们对莫德里奇 拉基地奇 雷比奇 佩里希奇 洛夫伦 韦达 苏巴西奇 如数家珍 但关于达里奇的过往 却知之甚少 是怎样一位教练 能够带领克罗地亚首次闯入世界杯的决赛呢 今年52岁的达里奇 职业生涯先后效力于前男 克罗地亚和黑山联赛 长达13年的职业生涯 他不温不火 从未取得过什么荣誉 2000年 达里奇正式退役 2005年 39岁的达里奇拿起了教鞭 执教克罗地亚假机球队华迪斯 两个赛季后 他成为了克罗地亚121的助理教练 在华迪斯俱乐部 他最高的荣誉 是克罗地亚国内杯赛的亚军 2007年 达里奇离开了克罗地亚的U21 辗转于克罗地亚国内球队耶卡 比鲁普 以及阿尔巴尼亚联赛球队毕拉纳迪纳摩 在阿尔巴尼亚 他带领球队拿到了本国超级杯的冠军 两年前曾带队闯入亚冠决赛此后 达里奇离开了欧洲 开始了亚洲之旅 在亚洲 他先后执教沙特阿拉伯的阿尔西拉尔 和阿联酋的阿尔爱因 在阿尔西拉尔执教期间 他带领球队拿到了沙特王储杯赛的冠军 和沙特超级联赛的冠军 在执教阿尔爱因期间 球队获得了阿联酋总统杯 阿联酋海湾联赛冠军 阿联酋海湾超级杯 值得一提的是 2016赛季亚冠联赛 达里奇率领的阿尔爱因杀入了最后的决赛 赋予全北现代 无缘 亚冠军 如今 达里奇正带领着克罗地亚一步一步前行 朝着大力神杯走去 他和身后的417万人口的小国 正在一步步书写世界足坛的历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阿娜 Cat 石